美国总统川普5号抵达首战亚洲之旅的第一站东京 随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了一场高尔夫球 晚上并且双双的结同夫人共进晚餐 安倍卖力的勃感情 川普强调美国跟日本关系深厚 川普表示他和安倍会讨论各项议题 包括了北韩跟贸易等等 川普抵达后不久就跟安倍 前往2020年东京奥运比赛用地 辖关乡村俱乐部 午餐之后换上了球衣打一场高尔夫球 川普敬佩日本世界级好手松山英树也一同切磋 在5号的低调形成之后 川普跟安倍今天6号将举行正式的会谈 预料将会聚焦在北韩以及其他地方的双边议题 安倍将寻求川普保证 万一日本遭到攻击的时候 美国将会依据美日安保条约协访 而另外在5号播出的一段访问 川普表示他对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 当然是保持开放态度 但目前还言之过早 感谢观看 到下来 按赏 让她们可以进行 对 laughs